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是吗 认为老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病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有人说病啊 脸皮皱是病啊 那就老病不分了 这个很危险啊 那你说病 为什么我病 病一定要有症或状 我问你 我的脸皮皱会不会让我皮肤痒 不会嘛 症的不适感也没有 有没有造成我功能不能更不会 也没有咳嗽呕吐什么都没有 对吧 有没有让我造成我失眠 也没有 所以它症的功能也没有 会不会造成我的脸皮皱 会不会造成我体力虚弱 走路行动无力 讲话好像有气无力 有没有 你看我已经讲一两个小时了 我还是中气十足 所以也没有 还有会不会造成我破皮流血化龙 也没有啊 记忆没有症也没有状 你说我病了 我倒想说你是病了 怎么能这样随便说我病呢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症也没有状 所以这个不能称为疾病 这个排除了疾病之外 那这样其他的身体的变化 只能称为怎么样 衰老 这样我已经讲出道理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刚刚大部分人是答对了 那我已经把道理也讲了 好 那头发白就更不用讲 为什么头发白是老不是病 你们现在会解释的吗 帮我解释看看 为什么 我说头发白是病 你们怎么反驳我啊 开始换你们讲 因为头发白怎么样 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因为头发白不会造成我皮肤痒 头皮痒 对不对 也不会造成我头皮破腐难 对不对 都没有啊 所以他既没有症也没有状 所以确定他跟疾病无关 所以跟疾病无关 这样的变化就是老 身体的变化只有两个途径 不是老就是病 那你把疾病排除了 当然就可以看出 他一定就是老了嘛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可能后面看不到 前面一定看得到 我有没有一个鼻息肉 长在我鼻尖 有哦 前面的应该看到了 这个叫做鼻息肉 多疑生出来的坠肉啦 简单讲 这个不只外表会生 我们体内会不会生出这种息肉 会啊 一样都会 体外会生的 体内照样会生 那我这个鼻尖的息肉是 病还是老 你看你们还是分歧的哦 认为我病的举手 我看一下 你们好大胆 竟然敢说我病 好 你们说说道理 我这个鼻息肉会不会造成我鼻子痒 鼻塞 鼻痛 会不会 不会嘛 会不会造成我流鼻血 不会 我早就在流啦 也没有啊 也没有症 也没有状 你怎么说我病啊 啥意思 所以这很明显嘛 排除疾病的症与状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老还是病 老嘛 老就会生出一些坠肉嘛 就像骨头也会生出一些增生嘛 叫做骨刺一样的东西嘛 这个是老耶 不是病耶 对不对 没有问题了吧 那我再问你们哦 如果这一个鼻息肉 不长在鼻尖 而长在鼻孔内 是老还是病 又分歧啦 为什么我长在外面是老 长在里面就病 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些人白头发是长在右边比较多 左边几乎黑 比较黑一点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那种是老还是病 那万一我长在相反的方向 现在是老 那长不同的地方 是老还是病 还是老嘛 那现在长在这里是老 怎么长在里面就病了 就好像我长的头发 这一边是老 那长在另外一边就病了 所以你们会因为年龄 会因为部位不一样 然后自我预测成 把老的也当作病 原来你们的思维是 这么的复杂 老就是老 长在右边也是老 长在左边也是老 长在外面也是老 长在里面也是老 了解我的意思吗 听懂了没 如果长在里面 你看也有痣啊 黑痣 长在里面 如果这样也会 那他应该每天都在流鼻血 或是每天都在鼻塞 鼻痒 鼻痛 你问那些长在痣鼻孔里面 会不会 也不会啊 了解吗 那很显然嘛 他没有症也没有状 那自然就是属于怎么样 饶嘛